传播农业科技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小村子 到借助河谷地区优势发展而来的示范村 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地方 如今有了大名气 土地整改的魔力让旧观念荡然无存 合理开发的效益让老百姓细上眉梢 在外人眼里是违背祖训的事 在这推行的却想顺水推舟 今天的安全村因为土地变得大有不同 还没出正月 我从还有些微寒的北方来到了温暖的南方 感觉身体一下子就舒展开了 心情也是非常的愉快 听四川的朋友说 来到米义县 除了可以逛一逛像花园一样的县城 和被誉为潘西第一栋的米义龙滩溶洞外 还一定要来到这里的安全村看一看 因为它是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从这往下看竟然有这么大一片平坦的河谷 里面整齐画一的都是白色的大棚 这些就是安全村的土地 往远靠山一侧 依山而建的村子就是安全村了 走 咱们去看一看 干净整洁是近来的第一印象 建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庄重醒目的村规民约 再往前走 一些取材于传统文化故事和反映耕作的雕塑随处可见 这又让这个静谧的村落多了一份质朴的田园感 客有季节变化 用来指导农事活动的二十四节气的石碑 让出道村子的人更相信这个村子的发展 离不开骨子里对农耕的尊崇 安全村的房屋一山一侧而建 三层的小楼房整齐林立 房前屋后绿化很好 快到中午村里人不是很多 但是村子的小广场方向 竟然传出了一阵热闹的锣鼓声 火国舞龙的传统一般都是逢节日 庆典的时候才舞 舞龙可以说是展现团队积极进取 顽强拼搏精神风貌的最好穿口 听围观的群众说 这些舞龙的人都是安全村的村民 金龙上下班腾 队员精气神十足 红火热闹 他们这在自家门前舞龙 是有什么要庆祝的吗 大哥你们好 看你这好热闹呀 你们是专业的吗 我们是专业的 不是专业的 我就说嘛 动作还不是很娴熟 但是这个服装是看起来很专业了 为什么现在舞龙呢 我们这儿春节正夜十五嘛 严小节有个龙丝比赛 嗯 到线上比赛 要参加比赛 对参加比赛 现在这儿练习 练习一下 这个场地特别的宽敞 场地宽敞 我们这儿晚上还有 还有村民自发 主持着跳广场 啊 原来这些村民舞龙既是为了参赛 也是平日的娱乐活动 宋大哥说 村民忙完地里的活 一些年轻力壮的 会聚到一块舞上一阵子 图的是个热闹和喜庆劲 现在新一季的大棚蔬菜 已经陆续上市 舞龙也可以说是 庆祝这一季的丰收 今天训练的已经差不多了 宋大哥说 他家就在不远的地方 可以过去坐坐 就是这栋楼是吗 这屋里走 宋大哥这几口人呀 三口人 是儿子呢 还是女儿呀 宋大哥的女儿在市里念书 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家里就剩他和妻子两个人 三层小楼 住的特别宽敞 屋里也收拾的特别干净 我看你这房子挺新的 应该是最近几年才盖的 12年盖的 12年盖的房子 政府通议规划的 政府给盖的 对 它通议规划 他们盖 然后你们再买 对 大概货起来也20多万 20多万 那这个压力应该也不小吧 压力也不是很大 但政府没衣服也不提了 那么两万块钱 还有八九万块钱的 五十百块 那就相当于就是一开始花十万块钱 就能买这么一个三双楼 那还挺不错的 那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 之前国家是图墙 图墳子 图墳子 但是家里面有十来客人 男哥哥 有十来客人 所以就住一种下 2012年前 村里大多数人住的 和宋大哥之前的房子一样 都是土坯房 一家十几口人 挤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特别不方便 能住上宽敞的好房子 是全村百姓共同的盼望 2011年 安全村根据米意见 发展现代特色产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 开始从省上争取项目 对新村进行规划建设 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要建设新农村 第一个落脚点 就是解决村民住房的问题 房子怎么建 建好房子后怎么发展 是建设前必须考虑的长远问题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想问题才会周全 安全村现在交通便利 秋春相连 全年无冬 如果不加以利用 岂不是资源浪费 既然要盖房子 那就盖大点 腾出几间 搞旅游 不到一年 新房盖好 宋大哥家是第一批 搬入新居的居民 入住以后 他和其他几十户村民一样 按照村子先期的规划 把家里多余的房间 做成了客房 对外来的越东老人开放 只是现在全村都在起步阶段 游客还不是太多 现在随着天气渐渐暖和 安全村的游客已经陆续回去 他家还有一个成都来的大爷在住 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这儿天气好嘛 天气好 天气好 还有一个我们老年人来 他主要是在外头来 他天心下意 他阳光很重逐 他就是关心该重 我们这儿住一旧 他就关节 他就关节的 气候好 太阳一晒 气候好一点 他就关节 那准备住到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再也会到十月虫嘛 十月虫 然后等到就是今年的冬天再过来 哦 现在冬天过来 明年 这个可以 还是有来 宋大哥说 这些来村里过冬的老人 都是希望能自在安乐 享受晚年时光 对这些老人 他都像对自家老人一样 每天去大棚 采摘可口的蔬菜 给老人吃 宋大哥家里有两个大棚 一个种的是番茄 另一个种的是茄子 现在两个大棚一年下来 能有近十万的收入 应该说 安全村所有人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是蔬菜大棚 说起蔬菜大棚 很容易联想到村民生活的因食 但宋大哥跟我们记者说 之前的安全村 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 以前我们的土地 坑坑坑坑坑的 以前也挣不到啥钱 不是这么平 对对对 经过一年土地整理过后 我们这个大棚 才建成一些大棚 我们收益好了 以前没有建大棚 没有整理过后 土地一年就是几千万万块钱 现在整理了过后 我们三到五万块钱收入了 宋大哥说的土地整理 其实是村子在规划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前的一次变革 应该说 现在安全村蔬菜产业为主导 越冬旅游为辅助的发展方向 都是以2010年的土地整理作为基础的 土地整理是米一线上的一个项目 其实就是把原有的土地高处推低 挖处填平 使每一寸土地都充分利用起来 平整之后既方便耕作 又能增加土地的产出 这次的土地整理之所以选择落户在安全村 使线上综合考虑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好 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比较大 安全村当时有大小700多块土地 一家几亩地零星分散 坑坑洼洼 种植的庄稼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是陆地蔬菜 有的是玉米水稻 甚至有些土地中年荒芜 种不了东西 如果土地整理成功 村民的收益当然是最大的 但据说这次土地整理初期 并非像后来改善新住房一样 人人欢喜拥戴 而是举步维艰 困难重重 当时的村民观念落后 认为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 全家一年的吃喝全靠它 要动土地 怎么动 动了之后怎么分配 人人心里都有小算盘 村里就像一盘散沙 大多数人都有抵触情绪 离换阶选举还有一年的时间 镇上经过多方面考虑 下调压口镇上的干部杨廷洪 到安全村任职 希望改变这个局面 虽然落户到安全村的这个土地整理项目很好 但却迟迟不能动工 说白了 就是村民穷怕了 担心越折腾越穷 要是土地没整理好 还会耽误下一季的收成 为了让土地整理顺利进行 杨廷洪和一部分党员 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 讲政策 首先是组织党员 组织城市干部 参与带头 那么从过反复的讲解解释以后 党员带头 村民代表带头 城市干部带头 这样子逐步的老百姓才认为 这是帮他们搞发展 他们也愿意发展 看到有人带头 镇上的干部 为了他们不眠不休 就是再铁石心肠的村民 也不忍心让这些人单打独斗 况且他们也了解了土地整理 有利于规模种植作物的好处 慢慢的 有些村民由开始的反对 变为主动加入土地整理的队伍中 一起为土地整理争取时间 这个时候有一部分老百姓 都跟着我们打的打电筒 尤其还提起说以来 给这个退土地师傅 还道一声些 你们比较辛苦 这样子情况来 我们就很顺利的 十二月份就把土地整理了 分给老百姓了 通过整理合并以后 原本坑洼不平的土地 都变成带耕的良田了 谁也不敢相信 这些原本杂乱的 近乎于荒地一样的地方 不仅道路宽阔 而且沟渠纵横 土地整理以前 就是这个沟和路都是泥板路 那么在那个时候 这个沟水 往来是不能帮助 这些土地使用的 还有这个路一到下雨天 非常泥 那么就是说到收购的时候 老百姓把什么三轮车 拖拉机一开在路上一堵 基本上是不同的 人都不知道走得通的 现在的土地不仅整齐划一 道路宽敞 而且从安宁河引入的河水 灌溉农田也很方便 原本大小700多块的土地 成了140户村民的农田 土地由分散变得集中 方便了村民耕种 有了土地整理的先例 村民们也对村子的未来 有了希望 2011年 新一届的换届选举开始 一帮7080后的年轻人 开始接棒 他们年富力强 有想法 有干劲 借着土地整理打下的良好基础 他们开始顺势拉项目 同时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对新村规划建设 可以让全村百姓 有个遮风避雨的家 产业结构调整 改变原本稀疏的蔬菜种植 希望能让百姓自食其力 安全村地处安宁河冲击形成的河谷地区 热量充沛 昼夜温差大 特别适合结果类蔬菜的生长 没进行土地整理之前 村上就有一些人露天种植蔬菜 但规模小 销售只在米溢线上 现在土地整理好了 如果能规模种植 形成产业 将对全村的未来发展有好处 本来看起来比较年轻 然后对种地也是个门外害 那么在这个引导这个村民 这个科学发展 这个同时呢 就困有些村民 他就觉得一个年轻娃娃 有没有经验 对没的经验 然后都不知道个新人 曾茂红是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 1986年生人 安全村新一届的村领导班子 平均年龄38岁 可以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 即便村民对新的村干部能力有所怀疑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发展好村子的决心 通过在外的学习 村里开始引导大家 种植大棚蔬菜 希望安全村可以借助先天的气候优势 加上大棚的管理 把蔬菜上市的时间提前一些 赶在春节前后销售 这时候蔬菜价格高 肯定能增加村民的收入 村里百姓心里都有感秤 是不是为他们好 打眼一看就知道 所以几次动员之后 村里很多人都热火朝天的行动了起来 早前一直种植陆地蔬菜的文中书 心里却有些愤愤 迟迟没有动静 我落地和大棚 我一样的卖钱 一个很自负 一个新技术 最终的效果能一样吗 因为在农村来说 这个动分是 有些人是非常忌讳你 这该如何是好 村里的新项目还能否推行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向你相信 有啥问题 而且还来执行我 过来跟你学习 就从这个调天化以来 就很少有人来执行我了 因为啥呢 因为有专家和教授 其实经常来这来讲课 比你还懂 当时我还想到 我种出来的菜就是 落不好了 还有啥专家呢 随着村里种蔬菜的人越来越多 面临的种植技术问题也越来越多 苦瓜如何嫁接 农药化肥怎么适用 这些对村民来说都是新鲜的 为了尽快提升村民的种植技术 村里定期会请县农牧局的专家来授课 还成立了田间学校 让村民相互交流心得 对于我们的这个村民 开展一些这个种植技术 和这个农牧房子的这个培训 那么首先把技术上 和这个产品的质量上 安全上给它保证了 村里有村里的打算 只有保证菜的质量安全 才能有长足的发展 随后村里设立了农业科普宣传栏 张提一些常见蔬菜 并虫害的绿色防控办法 让村民随时都能看到 在村口的瞭望台上 悬挂滚动播出 实时天气情况 方便菜农 及时应对天气变化 刚开始的时候 专家来授课 文中书不以为然 觉得自己有经验 不需要去学习 甚至看到村上的人 陆续在地里安上了大棚 觉得有些可笑 没见大棚 钱当时是省下来了 可文中书的蔬菜 上市时间要晚一些 产量不高 价格也上不去 这一年下来 他就看到了差距 他们卖 就是卖一蒙地大棚 就卖个十五万 我呢 陆地呢 就卖个一万多两万 那还差好多呢 就是东西 我老婆呢 她有的时候是 哎 这东西有专家来 你怕还是挺好 你看人家都卖那么多钱 这个 现实也大半了 要不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呢 曾经自负的年轻人 现在又成了致富带头人 全村两千多亩的土地上 田网 路网 取网 纵横交织 逐渐成为了省内设施规模最大的 蔬菜基地之一 为了配套发展 在村委便民服务大厅里 还有个农田施肥专家系统 这套系统是盘之花市农牧局和四川农业大学合作建立的 技术人员会定期把测土配方的数据录入其中 蔬农只要选择要种植的作物 系统就会根据地块情况把相应的施肥配方显示出来 这时只需要按配出的方子施肥就可以了 蔬农在种植过程中 如果发现蔬菜有病虫害 可以直接在系统查询应对方法 现在有了农田就施肥专家系统了 直接在这个系统上 一查它就出来了 根据这个的肥买油 而且买的大来 它就介绍成的而且效果比较好 这种的土地一定要相信着口秀 村民有了干劲 村里又有先进科技的支撑 现在随意到安全村的大棚走走 就能看到涨饰喜人的蔬菜 随着村子大棚蔬菜的日益发展 村里百姓越来越齐心 一年比一年的收益好 但村子只有蔬菜这一个产业 也给村子的发展带来了风险 如果蔬菜市场价格波动过大 就会影响全村人的利益 市场的这个就是欺负嘛 对我们这个村民的这个收益上 影响非常地大 不稳定 那么后面我就在想 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一种 心理这种影响模式 来保证我们这个村民 就是说蔬菜种出来以后 你这个销售问题 党支部 加专业合作社 加基地 加市场的产业化模式 是他们探索出来的新路子 党支部给村民生产提供信息 专业合作社 负责与基地和市场的沟通 帮村民提前找销路 拉订单 村干部也结合每个人的特长 在各自岗位 发挥能量 像我们的这个温主任 他原来是经常的 在这个营销这块 就是我们的这个农产品 营销这块 他你这个人际关系也不错 然后呢 自己的这个 就是经验嘛 也比较丰富 然后我们这个团委书记 他就是原来就是 搞这个农资销售 那么正在我们村的这个产业上来说 主要就是农业生产 安全村百姓种植蔬菜 慢慢有了主心股 质量有保证 销售有路子 现在他们还在商标注册 和农超对接上下功夫 2009年之前 安全村人均纯收入不到4000元 而现在 安全村仅仅是大棚蔬菜一项的人均纯收入 就已经突破了1.5万元 为了使土地有更多的产出 这里还实行稻菜轮作 部分土地跟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合作 作为航天水稻的示范基地 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小村子 到借助河谷地区优势 发展而来的示范村 安全村的名气越来越大 想向安全村学习发展经验的人 络绎不绝 为了方便接待日益增多的游客 也为了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安全村规划建设了青棕林农业公园 公园从洞工到洛城 仅用了不到30天时间 这也创造了鸭口镇近年来 工程项目建设的记录 建公园的时候 就涉及到这个土地整容 还有就是清廟部上 最主要的是涉及到这个山座分离这个班前 这个给我的感觉难度是最大 因为在农村来说 这个农村是有些人是非常忌讳的 那么他就担忧 就是影响到他家里面的这个理性的说法 就是说云市 或者是说这个有些人的这个平安啊 之类的这个可能都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素 农村有句俗话 宁愿绕开三里地 不动坟前一寸土 原本以为会困难重重的事情 却异常顺利 村干部把情况跟村民说了以后 不到三天时间 这几座坟就牵走了 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百姓观念的转变 和对安全村未来发展的支持 作为村里的带头人 曾茂红也更坚定了发展村子的决心 有些人大方向掌舵 让村子里的航行平稳加速 有些人尽绵薄之力 为建设填砖加瓦 或许还有些人 即便做不了太多 但只要紧跟发展的步子 村子的锦绣未来 也会有他们的华彩 好观众朋友 本期读望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